阿嬤 你的功課都是吃飯 我要給你吃一下 阿嬤 我來寫魔術師阿嬤 我寫一拜 你寫一拜 她是我的阿嬤 我覺得她就像是魔術師一樣 不管我想吃什麼 她都可以變得出來 你愛吃阿嬤做的還是媽媽做的 阿嬤 我的阿嬤雖然不能試制 但是她還是很努力地認真讀書 在我還在讀小一小二的時候 她就已經開始到夜間補校去讀書 那個時候我跟她的課本一模一樣 所以我還曾經教過阿嬤寫字 哥哥去草場地上官 阿嬤很用功 很精進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到板朝園去做福田 還有做香雞 阿嬤 你為什麼喜歡做志工呢 因為幫助人 以前小孩子就很苦 我老婆都沒有老婆 我會想問我志工 我和阿嬤給他來做團 我會去幫助班 我和阿嬤做過最特別的事 就是一起去做工技 阿嬤為什麼你會帶我去參加工技呢 阿嬤這個三百歲就很高 阿嬤做慈祭已經做了三十幾年了 越做越歡喜 從小到大和阿嬤一起做慈祭 然後呢就會發現 慈祭人真的是要做善事做到底的這一份決心 也看到他們就是要為世界造福 在慈祭當中我也學會了要環保愛地球 而這些知識呢也是真的可以真正地活用在生活當中 阿嬤今天我可以煎荷包蛋給你吃喔 好啊 我從今天看網路的餐廳是 我阿嬤煎荷包蛋 但是人家就能吃到 就好吃的荷包蛋了 好啊 但我一直吃到 就變成為什麼 一塊一塊一塊 喔 就想住啊 就好吃 你住耶 阿嬤這個是你煎的嗎 這個是 我是余皓晨 她是我的魔術師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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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余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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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余皓晨